市民上各項第三篇 台東所欠版英雄 都是他們公司的紙幣包裝 不過隨著地農的年輕化 包裝也有了不一樣的轉變 以替關閡地出名的舊門 今來地下的包裝也稍微看到有了變化 當時因為第一層看起來是經過幾 文聰紙客也能臨出任務方向 理想數人注目的就是算是易開關的包裝 讓人地變得非常出味 尤其易開關 倒出來的不是飲料 你是一顆一顆的地下 儲備的地下保存在就忘在地 一間尤其電風頭的創意 跟傳統呂箔帶盡控包裝閉起來 也要是抓阿爸保存 數用易開關保存 讓人地進和儲備 也還可以讓沒有人家的地下 避充保存不見味 其實這次我們是走的是文聰峰 那經由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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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的輔導 那我們是進行一個包裝的大改革 那我也想到說 是不是可以用可樂罐 鋁箔 讓它更保鮮的方式 來做一個充填跟儲存 那經過農業署的一個經費的輔導 然後做成現在新的包裝 之前我們用的是紙盒包裝 那因為石門山上比較潮濕 所以紙盒會有味道 那會影響茶葉跟嗅覺的品質 這問題不論是紅茶還是體管音 近年來在行銷提供之下打開地名堂 希望市民上的第三品保證也都保持到傳統用膜 不過這問題在今年行銷當中保證有了很不一樣的改變 剛才開館也有紋填做阿肉跟特殊地蔥町形態 讓第三品不僅是音品也還可以進紋填 那我們努力的在推動石門山寶 那茶就是其中一種 那除了品質的提升以外 那我們也鼓勵我們這邊的青農還有農會 在包裝上也可以做更好的創新 那我們很高興我們的青農跟我們的農會 都推出新的包裝 那這次新的包裝是走這個文創藝術風 那各位可以看到譬如說那個農會 它的老茶用成南瓜造型的很討喜 那還有我們青農也做出一個 我們這邊一個特色的圓樹的圖案的禮盒 那也有青農他甚至就把它改成像這個 可樂罐的一個茶罐非常的創新 那也深受這個年輕人的喜愛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些改變 能讓我們石門這邊的茶更進步 以客觀大地獄 禮盆頭是保重是大地包 看到大地獄對禮盆當中到出來 有真不一樣的風味 也還有青年農夫環境接著老大唱 靠到秋麻在地的航母的文聰紮或肉 讓拼命拼不只是喝茶湯 也還有漫漫的在地喝文 其台自由保重的不一樣 能在台市牛店面去更多的肉供 讓這個問題的儲備和好主義 讓更多人來拼命 继续聊平行星八旗彩虹伯德